大家好 我是臺灣大學動科技老師 學技派 我利用這個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過去三年執行學界科專的經驗 在過去執行過不同形式的科技計畫 我的感覺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這個學界科專 是唯一能夠得到股數經費比較高 而且是容許我們去結合不同的單位一起來合作 這樣的合作是可以來幫助我們業界去解決現場的一些問題 透過這樣的一個結合 事實上我們也有一些技術 事實上也可以做一些技轉 給醫院的廠商或業者 再去做延伸開發新的產品出來幫助這個業者 這個跟過去的統籌計畫 或者是科技計畫的小型計畫來講 大概沒有辦法辦到這樣的一個進展 透過這個我們也很開心 就是說能夠真正 因為我們的計畫是要幫忙落榮來解決熱井波的問題 透過這個計畫 因為這個計畫也請了很有經驗的審查委員 在後面鞭測我們 所以我們每一年的進度都有在很嚴謹的這個監控底下 那每一年都在檢討我們的進度 每一年在修正我們的這個計畫的內容 那都能夠讓我們的這個技術真的能夠落實 然後給他們現場去用 那像現在這邊釋放牧場 在過去我們執行計畫的時候 事實上他的努量 從我往航的這個已經很好努量 在過去一年當中 他的努量都可以平均增加15% 那是全年的 那特別讓人家開心的就是 在夏天剛剛跟蔡廠長也在聊天 就是在去年的這個夏天裡面奶量都沒有降過 那這個就是我們最開心的一個一個成果 謝謝大家